晚饭后 王海红无意间听见了沈太太在院子里跟家里人通电话 沈太太有些心疼的说 孩子体检 别的毛病倒是没有 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 哎 可怜的小家伙 没养好 王海红是个很耿直的人 全村一百多户人家竟然没养好一个娃 想想都觉得丢脸 他一直以为这娃只是不长个 就营养不良 在农村很少听见这样的说法 他家养了头母牛 小牛独自刚死 虎牛正在产奶期 听完沈太太这几句话 他连忙拿上盆子去了牛棚 挤了牛奶 沈太太 我家也没啥好早点你们的 刚吃了点新鲜牛奶 你看看热腐走嘞 给你挖好小声也好吧 谢谢 鲜牛奶 孩子喝了好 不过不能直接这样喝 得高温杀菌 要煮一下 还要煮一下才能喝啊 我还说刚吃出来是热腐的 该今让我成人喝嘞 王海红不好意思的笑了 耿直的说道 我们这没人喝过这碗眼 怎么个煮法呢 你跟我说说 我来煮吧 干活累了一天 还要照顾我们一群吃闲饭的人 你快去休息 沈太太 你们可不是吃鲜肥的人 你们是大鬼人 俩人客套的聊着 一起进了厨房 王海红在一边看着沈太太操作 心想 下次就知道怎么煮了 一般煮开后二到三分钟即可 过久容易流失营养成分 哦 接得了 王海红跟进厨房 其实还有些话想说 她忍了忍 憋不住 沈太太 看得出来 你的热面瓦并不是做吃鲜 是真心疼这瓦 是啊 缘分这东西真的很奇妙 哇 也穷死没养好 我们在穷乡下 一到龙王几间 忙的打人 都吃不上一口热肤的 存在每家轮流照顾这瓦 一忙起来谁也不知道 瓦轮得拉加拉服了 瓦有效 自己也不清楚 所以就给俗服了 很明显是在给解释 多半是因为报了警 李贵湘被警察带走了 要拘留十天 孩子严重的营养不良 王海红应该是很过意不去 感觉像全村都虐待了这瓦 白静怡心下了然 玩耳一笑 确实都不容易 小丫头以前的遭遇 从我养她的这天起就翻篇了 我呢 也只有资格养好她以后 嗨 贼蛙死过优父气地 白静怡拿着煮好的年奶 大包子小包子已经洗好澡了 此时小包子正坐在大包子的腿上 大包子手里拿着块唇斑毛巾 再帮小包子擦拭头发 白静怡实在忍不住 又摸出手机悄咪咪的拍了段视频 待会睡觉的时候发回去 接着轰炸沈家 让大家看看 咱们食指不沾阳春水的一少爷 竟然无视自通的会照顾小宝宝了 一儿 棉包 今晚喝完奶再睡觉哦 一听这话 棉包一脸的排斥反应 妈妈 我是大孩子了 我不吃奶了 沈亿本来一脸淡然 牛奶在沈家每天见的东西 但是被小棉包这话逗得有点哭笑不得 白静怡也被逗乐了 这是牛奶 小大人也能喝的 喝了能长高哦 要不要喝呀 看来给小家伙买的奶粉 绝对不能用奶瓶冲 得用杯子 估计还得想着法子哄着喝 一听能长高 小棉包点头颅捣算 要喝 看来 对自己的身高还挺有自知之明 小棉包听不懂拐了这么大的弯的鄙视话 就当是被哥哥夸奖了 太愉快地捧住妈妈递过来的牛奶 然后跟哥哥手里的杯子碰了杯 哥哥 干杯 沈亿嘴角抽了抽 尖着嗓子应付了这幼稚游戏 干杯 小棉包养着小脑袋 咕咚咕咚荡尖一口闷了半杯 然后喝不下了 棉包 再喝点 沈亿看了眼他手里的杯子 快满六岁了 这点喝不完 于是也哄道 慢慢喝 哥哥给你讲故事 哦 有了故事饮的某宝 哪里顶得住这诱惑 太好了 又有故事听了 为了听故事 某宝也是够拼了 剩下的半杯奶喝了将近一个小时 硬逼着自己喝完了 都喝累了 喝完他就在哥哥的房间里睡得像小猪了 夜半睡眠质量一直不太好的某少爷 突然感觉到自己右边腰部一热 一股湿呼呼的触感 以极快速度从腰部一路向臀部和大腿蔓延 怎么回事 什么东西 妈 小棉包尿了 他尿了 这一嗓子又惊又急 吓得酣睡中的始作俑者 小身子猛烈一动 醒过来就感觉到了自己很不对头 而且也听清了尿了两个字 他几乎是吓醒过来就意识到自己犯错了 丢脸了 这一哭 沈亿从脚趾头到头发撕僵住了 当机的大脑只有一个反应 得把小东西从尿上移开吧 叶儿有洁癖 妹妹这不刺激不要太大了呀 白静怡立马就冲了过去 入眼就是这样一幕 大包子双手架在小包子的夜窝下 凌空捧住 小包子一双小手压住眼睛 快哭掖住了 一副没脸见人掩盖小自尊的姿势 啊 啊